这是一部极其圣人的恐怖电影 不是因为它的画面有多可怕 而是因为整部电影看下来 更像是村里老人口口相传的恐怖传闻 今天这部电影就是和灵媒 咒 哭杯 并称为亚洲四大恐怖电影的男巫 阿昌和燕子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一对夫妻 当地人大多供奉着一个名为拿督公的神明 而燕子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人 根本不相信什么神明之说 甚至还在拿督公的神像前晒内衣 因此阿昌还会责怪他 这天 阿昌在神像前发现了一条小蛇 他慌忙上前追打 结果却不小心把邻居阿南家的门砸了的窟窿 恰巧这时阿南还不在家 晚上吃饭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 原来是邻居阿南找上门来了 叫骂着索要赔偿 阿昌只好扔出二十块钱 可是这根本不够维修的费用 气得阿南破口大骂 最后被男妈拦了下来 阿南这才气愤地离开 随后就看到阿南骑车去买木板 电子则是找来报纸修补自家的窟窿 后来又听说人已经没了 这更让燕子寝食难安 毕竟是因为他们家才出的事 第二天晚上 就看到男妈对着他家门口一直祭拜 好像在搞什么仪式 在他家门口站了好久才离开 第二天才听邻居说 男妈受不了刺激回娘家了 起初燕子也没太在意 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 可是阿昌曾经的衣服经常丢失 直到有一天 阿昌晕倒在了河边 燕子还在家里看着电视 阿昌就被人抬回了家里 村民怀疑他是不是被脏东西冲撞了 可是燕子却认为只是普通的重数 只是简单地给阿昌擦了风油巾 直到晚上 阿昌开始疯狂呕吐 燕子从呕吐物中竟然发现了钉子 于是赶紧带他来到医院 医生检查说是食物中毒 可是当燕子拿出吐出来的钉子之后 护士却表现得非常夸张 说这里只有医生 想找巫师不应该来这里 燕子只好带着丈夫回家 可是半路上 出租车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 可是司机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发现 第二天 燕子拿着钉子找到五金店询问 可是店里根本没有这种钉子 很快就到了阿南的头七 南妈请来巫师为儿子招魂 一边做着皮影戏 一边念着超度的经文 听着外面传来的声音 阿昌非常难受 他认为阿南的死都是他害的 他想去楼下给南妈道个歉 这样自己被吓得降头就好了 燕子听到这里非常生气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无稽之谈 此时的阿昌连站起来费劲 自然也没有去道歉 不知是什么原因 南妈竟然在仪式中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之后 仪式已经结束了 他好像听到儿子的声音 循着声音来到了神坎前 竟然真的看到了死去的儿子 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抱着儿子大声哭泣 从那以后 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十分怪异的人 他像个野兽一样从神坎里爬出来 嘴里叼着东西 好像还在道田里找什么东西 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阿昌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 不信邪的燕子终于妥协了 在邻居的帮忙下找到了一个灵媒 此人自称能够请拿督工赴神 只见他一阵哆嗦后 就开始责怪燕子 说他不应该拖这么久才来 邻居只好道歉解释 说燕子是外来人 不懂拿督工的神奇 随后灵媒开始摇头晃脑 说自己已经神游去了燕子的家里 他说阿昌是因为在山上随地大小便 惹怒了山神婆 唯一的方法就是准备好祭品 去给山神婆赔罪 然后又猙獰地从口中吐出血水 让燕子回去给阿昌喝 燕子看着实在是有些恶心 于是他来回过滤了几遍 然后开始加热 这时孩子却过来捣乱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血水都快被熬干了 随后他又买来供体 来到后山的山神洞中 前程道歉祭拜 希望能得到山神婆的原谅 可是这时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问他为何而来 燕子发现石头下坐着一个白衣女人 于是他就把事情说给了女人听 可是女人却说山神婆不会这么小气 山神婆曾经是泉州的一个公主 来到此地之后被一个邪恶的巫师看中 后来被下了将头困在了这里 她是很善良的 根本不会为了随地大小便就加害于人 燕子这才意识到 自己应该是被骗了 燕子刚回到家 两个儿子就跑了出来 阿昌开始变得非常可怕 他就直直地盯着门前的大叔 还说有人要找他 这可吓坏了燕子 无奈地抱着丈夫痛哭 第二天 阿昌养的鸟也离奇地死掉 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甚至开始大小便失禁 又要照顾老公 还要照看孩子 家里的生意还需要他去支撑 燕子终于扛不住 他躲在厕所失声痛哭 他再次托邻居帮忙 又找到了一个有名的巫师 可是巫师明确表示已经退休了 两人就站在门外苦苦哀求 最后巫师终于同意帮忙 只见巫师一阵祈福 便知道了一切 他说燕子门前有一棵大树 像头鬼就藏在树中 他让燕子把圣水洒在树的周围 然后又给了燕子一把短剑 插在树的下面 如果发现了什么东西 就用黑布莲铜拿都公的神像一起包裹 出海扔掉之后 阿昌就能痊愈 临走之前还嘱托燕子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他来找到自己 便子回家之后就按巫师的说法做了一遍 第二天晚上 大树上果真出现了一个通体煞白的人 还拉扯着一条绑满衣服的绳子 阿昌也感觉到了将头鬼的存在 他说将头鬼来还他的衣服 便子走出屋子查看 果然发现了树下的绳子 随后拉出来许多丢失的衣物 其中还掺杂着一个稻草人 便子根据巫师的指示 打算开车去海边 可就在这时 车子震动了一下 燕子也不敢下车 就这样直接开出了城市 其实将头鬼就趴在他的车顶 等他来到码头时 几个船夫却表示最近没有船出海 家前也不行 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燕子上前一看 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 他说可以带燕子出海 两人就这样来到了海上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满身煞白的将头鬼格外诡异 女子说船只能开到这里 让燕子抓紧把事情办了 他刚想回头感谢 却被女子制止 燕子听了他的话 把包裹扔进了大海 随着神像和稻草人沉入了大海 将头鬼也消失不见 天开始亮了起来 白衣女子自顾自地唱起了歌谣 燕子望着女子恍然大悟 原来她就是山神婆的化身 山洞里遇到的应该也是她 没过多久 阿昌身上的症状终于解除了 生活再次恢复平静 后来听说她做了鸡童 也开始为人祈福消灾